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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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都在有修改 倒上来之后呢 我们就会列入勘察计划 因为我们这边会联系到我们这边的系统 我们这边可以看到 列入勘察计划 勘察结果呢 我们会在系统上面做回报 回报完之后呢 还会再召开一个什么 审查会 我们会邀请大概七八个委员一起来 然后再邀请地方政府来 然后分局也会来 反正能邀请的我们都会邀请过来 大家一起开审查会 决定到底要不要变更 要不要新增 这是很慎重的一件事情 所以不是我们这样 随便复看一下就可以决定的 但如果说你有去提报这一条的话 那就是请也要注意一下 那个审查会的时间 如果长生工作呢 有兴趣参加的话 其实可以了解下县市政府 有没有收到公文 应该是如果我们有新增这一条的话 地方政府一定会收到公文 我们一定会邀请地方政府来说明 说明 好 异动的审核也是一样 异动的审核就是我刚讲的 比如说你的前世路高中低 你要调降的 或者是说呢 你的前世溪流你觉得不需要的 这边也可以去做异动 去做异动 但是异动呢 一样是在我们前世溪流的这个笔系里面 去做异动 你去做申请 我们这边可以看得到 那你去做申请 要先填写一下相关的 相关的 相关的一些资料 那这边也可以看一下 我们可以在上面去确认复刊的结果 去确认复刊的结果 其实我们全部都已经流程化了 去年之后都已经全部流程化了 所以现在你报上来经过系统 那我们复刊完之后的结果呢 我们是有经由系统 再回传照片上去把结果 还有公文啊 文号啊 到时候要就是 发布公文的文号啊 什么都会填上去 然后再由系统的 回报给现实证 等地方单位这样子去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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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